活着本来单纯,封茨凯,不要因为世界太复杂,背叛了你的单纯,剩下十日,内心常常焦虑浮躁。 读封茨凯先生的活着本来单纯,好像一缕清风一股清流,将我焦躁的情绪平为了不少。 听到封茨凯,很多人可能并不熟悉,说不出他是何许人也,虽然如此,但看过他的漫画的人,数以亿计,大街小巷,随处看见的墙壁宣传画上,是一幅幅安详的民国风范,带给人美的享受和心里的安静。 封茨凯,画家,散文家,主有成就的文艺大师,师从弘艺法师,学贯中西,他的散文兼有平易春苦之风,宽人眷勇之一和童真天然之趣,是现代文学中备受推崇的佳品,漫画幽默风趣,流传广泛,深受人们的喜爱,争相收藏。 我们总说,越长越越孤单,越成熟越不安,但我们确实常忘了,从出生那刻起的初心,活着这回事,本来如此单纯。 这本仨为漫画集,在心情低谷时翻看,给人以温暖与悲悯,事情顺境时寻读,又像一阵凉夜清风,不治昏头脑。 当你被现实世界的复杂搞得筋疲力尽的时候,看看风刺坎的文章,你会明白他说的,不要因为世界太复杂,而背叛了你的单纯。 如果你在不知不觉的长大中丢失了童心,看看学会艺术的生活这一篇,也许你会在那里找到答案。 里面说,原本我们出生入世的时候,最初并不提防到这世界是如此狭隘而使人窒息的。 艺术可以让我们在时报下压力与负担,解除我们平日处世的苦心,做真的自己,认识自己奔放的生命。 艺术教育就是教人做孩子,保持童心。 童心,至于大人,就是虚位。 风刺坎就是这样一位始终保持童心的智者。 他说,这个世界不是有钱人的世界,也不是无钱人的世界,它是有心人的世界,因为有心,哪怕是一盆水仙,也能感悟出一番人生道理。 简单的叙事,悲悲道来,最莫让人恍然大悟颇具内涵。 风刺坎在水仙里说,谁说水仙花听高? 它也像普通人一样,需要烟火气的,自从一入造尖之后,叶子渐渐抬起头来,花苞渐渐展开,我见了心中大快。 人间的事,只要生机不灭,即使中遭天灾人祸,再为主义,终有抬头的日子。 这让我忽然想起朗读这里,你凭说到姥姥与陆时提到的话,自己不倒,啥都能过去,自己到了水都敷不起。 是的,人生本就是处处见生机,有心有爱,就永远有希望,因为心中有爱。 在风刺坎眼中,一切都可以写成诗画成画形成文,因诗从弘义法师里疏通,所以常常觉得风刺坎的文字中,总有一种佛人的意味。 看似不经意的言语和生活平凡的小事,在他的笔下都处处透着哲理,让人独来感触颇多,很常智慧。 他说,心小了,所有的小事就大了,心大了,所有的大事都小了。 的确如此,很多时候,一本小书都可以给你无限力量,关键在于你怎样去理解,怎样去感悟。 如果你能静下心来,细细品位风刺坎的这本活着本来单纯的散文精品集,你便会懂得他说的看待世事沧桑,内心安然无恙地舒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